就快过年了,换上新的春联更能感受到新年气氛 三名区公所每年都会与临近的教育基金会合作 邀请书法名家道场写春联提供民众免费索取 虽然手写得花上一段时间,大家却都耐心等待 因为书法老师一笔一画辉豪 更能感受到无可取代的手写温度 迎接金珠年到来,书法老师林信义 也出心裁用毛笔作画,搭上金色字体的春联 果然讨喜又应景,大受欢迎 今年是猪脸嘛,猪脸就会画 每年所有的圣像都会画,一人都画一张 每年春节前夕,三名区公所为了让民众感受年结气氛 特别邀请财团法人陈其教育士五级金会 由董事长蔡杰月带领多位知名书法家 辉豪笔墨大展身手,民众也能近距离领略艺术之美 来这边揮好的,都是华人世界里面的书法名家 那我们非常感谢,在我们区公所旁边的 陈其教育事务基金会 透过他们的邀请,才能够邀请到 这么有名气的书法名家 带给我们高雄市民这么好的一个福气 我们的组织都是手工双鲜的,它是不退色 而且它的制作过程,我们都委托专家在做 我们的这个村连真的是,经过老师的加持之后 它的村连是非常非常特别 还有书法老师即兴创作,以三名区长林清益名字发响 卸下独一无二的藏投师村连,让区长又惊又喜 当然是很棒啊,因为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啊 尤其是出自我们的洪老师 他真的是我们华人世界,在书法界 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书法家 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洪老师 直接每位书法老师马不停蹄 为道场民众写下一幅又一幅充满喜气 也充满温度的春联 就算等待多时也值回票价 去买就少了一些什么感觉这样子 然后这样这个老师的字我蛮喜欢的 很艺术啊,然后逛了一些 我觉得它是我比较喜欢的字体,对 然后这样人在现场这样洗 这样看老师写那种感觉很好 这个老师他本身是很专业 同时他看他工作来很热业 热业专业,同时又很敬业 所以我才却被找他 现场除了有书法家辉考笔墨 还有水墨谷画家现场作画 民众把握着难得的近距离欣赏机会 不但拿到名家莫保 也能感受国画艺术之美 让人直呼,收获满满 港督新闻,吴比原罗绍军 参谋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